就在中国政府高官组成的东铁谈判代表团 即将在下个月带我国戳伤棘手的东铁项目问题之际 首相敦马迪生再度放话 东铁的建造成本要是不减 我国就推迟整个建造计划 马迪生再度放置 马哈迪医生说 截至目前 我国和中国对东铁的造价事宜 依然没有达成共识 他表示 不是我国不要建造铁路 而是这项项目 对我国目前的财务状况来说 造得太早 首相会在4月到中国进行官方 相信那之后 敦马就会做出东铁项目 亮不亮绿灯的决定